就这点能耐 那人又是谁 竟然连东皇太仙都败了 那人难道是什么 昏仑神女不堪一击 富于顽抗 是谁 是仙伦天道 那人怎么会与我长得一模一样 蓝黄圣体 只等你很久了 你不行 让他来 百味大成 是谁给了你狂妄的资本 赶赵 可恶 雕虫小技 黄黑天 这是何等级别的大战 没事吧 大帝都阵亡了 我们还有退路吗 朱天万玉还没有数 这里难道是朱天万玉 相信夜行辰 他可以做到 我们总要为后世 拨一个未来 说他失败了呢 那还有我 曾经的我 去过朱天万玉 还与东皇太仙并肩作战 甚至拥有完整的六道仙伦眼 曾经的我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存在 打雷了打雷了 我拿你妹样 你 你是哪个 你都睡了三年了 你知不知道 三年 你都醒了 他怎么还没醒 要是为了救你 陪进去一个夜晨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你什么意思 这又是怎么回事 还不是为了救你 我用通须秘术 将夜晨也送进来 那个意境 现在什么情况 我也不清楚 老大 你到底被卷入了 一个怎样的意境 不晓得 我感觉 就像是做了个梦 那你梦到了什么 我 我梦到 我梦到什么来着 我一醒来就全忘了 所以你就是像猪一样 睡了三年 其余的疑问散不知 骂我干嘛 既然你想不起来 那我就来搜索一下 你的记忆 别别别别 你让我再想一想 不 还是我自己来比较靠谱 恭喜园外 夫人有喜了 恭喜园外 风调雨顺 今年应该有个好收成 这小子出什么风呢 什么情况啊 你们俩一刻都不消停 一个刚醒 另一个又开始发颠 让我来 嘿嘿嘿嘿 嘿嘿 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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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感觉 你在公报私仇呢 嘿嘿嘿 好像是下手重了点 不过 我真是为了让他醒过来 才这么大的 让他知道你就完了 你不说 我不说 他又怎么会知道呢 这些石灯是干啥的 千不乱动 你一雷一盏 他就醒不过来了 醒了 你可算醒了 老大 你醒了就好 我这脸 怎么感觉这么疼啊 完蛋了 完蛋了 叶辰 你到底进入了一个 怎样的意境 稍等 我现在还有点梦 看来我是逃过了一劫 那好像是一个梦 我梦到 我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没事 老大 我也啥都不记得 行吧 你俩掰扯吧 我先走了 清月圣女 等你很久了 对啊 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 那我先走了啊 真是的 你倒是很敬业啊 我是在这里等你 等我 是有什么事吗 你可认得他 那当然 这是我的傀儡 子萱 他不仅仅是一宗傀儡吧 你有话就直说吧 不必跟我拐弯抹角 我师尊在追捕 降临于北楚的子袍人 他也在追捕那个子袍人 战力 甚至可与我的师尊比肩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 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住不了的人 这魔法会存在五家王层 白墨淘汰 下一个 其后 使用一次断步机会 第五成六了 身为魔主亲子 纵然第五成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收 那叫几次 几次 真的 你让他九层六去了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了 非要来自举命啊 四 赵殿 李清禾 情价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秦宇 你 你的行为 不可能 他明明已经经脉尽孙 成为废人 怎么会 那我真正将无奈吧 清禾 一条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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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命 大命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准 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boss 六五的头 开始新的冒险 这都是些什么呀 退出 我要退出游戏 怎么这么倒霉啊 怎么办 我们今天晚上都逼到无路可逃了 快逃啊 他们来了 快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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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这就是你说的 又要成为了军 先要鼓起心智 牢起精魂 现在够了吧 你还不明白吗 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 从今天起 朱爷我就帮你开启修威 选一把 我是世上最强的剑